台中市政府去年与大学食品相关科系合作 首创食安青年军 协助卫生局辅导食品业者建立追溯 追踪制度成效卓著 今年卫生局是扩大办理 在和十所大学来合作 将从校园周边开始 针对食材、器皿、设备等等 辅导餐饮业者重视食安 再逐步扩展至全市 让台中成为民服其实的卫生美食制度 由卫生局长当大队长一一授权给校方代表 并且为他们贴上队长的笔章 以及颁发感谢状 接下来今年的食安青年军 将协助市府宣导法规 以及辅导校园周边的餐饮业者 重视食安问题 那这些学生在校期间呢 如果可以在校期间的话 就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 所谓食品安全这样的活动的话 将来他们进入社会的话 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些 一些反应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活动呢 就是利用食安青年军这样的一个机会 请我们的老师带着他们的同学 来在学校周边的这样的活动 从中边来开始 当然这个范围如果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话 涵盖到整个台中市 这是更好的 台中市去年首度和大学食品相关科系合作 首创食安青年军 协助卫生局辅导食品业者 建立追溯追踪制度成效卒助 而今年青年军的阵容更加庞大 从八所学校增加到十所 要从校园周边开始辅导餐饮业者 重视基本的卫生问题 健康奖项目一定要包含A型肝炎肺结核等 因为具有强烈的传染力 所以一定要先做个检查 才有办法从事食品作业工作 它会有QR Code 所以可以刷它的条码 所以我们可以拿手机出来说话看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厂商 然后它的制程规格这些的 这样会比较安全的 业者在炸这个油 用这个油炸油来炸东西的时候 这个油炸油的 我们必须要做检测 它的急性化物超过25% 那这个油就必须要更新 台中市卫生局将食安观念深入校园 与大专院校合作成立食安青年军 他们将是首线稽查员 协助业者改善食材 器皿设备等等的卫生问题 进而提升台中市的餐饮品质 逐步落实卫生美食之都的理想 药主研 提中采访报道